大家好,我是修車中 我現在要修一部車子 更換那個點火高壓線 這個就是點火高壓線 如果判斷高壓線不良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用這個電錶 量著它的電阻值 一量,就知道它的不好 如果量出來是斷路的話 那這個表示高壓線一定變故障 因為故障會產生什麼現象 就是你在加油 它也是在高壓現象 它有時也會導通 但是它電也會通過 可是你在瞬間加油的時候 它會抖抖抖這樣 感覺引擎會抖動 好,我現在正在換這個高壓線 在冰箱上放入冰箱中 一般換咖喱線應該是連火星塞也一起要換 這部車子火星塞我也已經換好了 這是換下來的火星塞 換咖喱線的要領就是 四缸一定要 它的點火順序要正確才會發動 裝錯的話就發不動 這個是 1342的點火順序 也有1423的點火順序 六缸是153624 五缸呢 五缸我忘記了 因為五缸比較少 只有在VidaRu車子上 五缸會比較多 好今天我們點火剛剛線 就講到這裡 這部點火剛剛線 旁邊有 discussions 兩邊這部點ël The